劳动部放宽打工足万元纾困的标准 原本是要今年4月30号当天有就业保险的条件 而如今放宽为4月份全月任一天就有保的话就可以来申请 而至于百货业者也喊着要纾困 原因是因为6月份的营业额衰退了近6成 而立委也说百货业者的纾困方案和他们的损失不成比例 把甘蔗汁倒入清茶送到机器摇一摇 均匀混合后赶紧包膜 店员们忙着调饮料准备将这100杯饮料送去医院 感谢医护人员辛苦的付出 像他们这样的打工足如今也能领到纾困 应该狗啊毕竟是打工足都骂着大学生 可能每个月要面对房租的压力 然后还有就是校勤费啊这些的也是不够的 劳动部放宽打工足的纾困标准 原本要在4月30有投保就业保险的人才符合资格 但现在放宽标准 只要在4月的任一天有投保就可以申请 补贴将在7月12号早上9点开放 预计有41万人受惠 但每月的投保薪资还是要在两万三千一百元以下 并没有领过同性值补助 而且兼职两份工作的人只能申请一份补贴 另外百货业者也喊要纾困 像是百货三雄 新光三月 原版以及SOGO百货 6月营业额跟去年同期相比都大幅衰退了60% 虽然疫情逐渐趋缓 但是各行各业受到的冲击 恐怕还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康复 东森 财经新闻 钟云锐 林浩宇 台北报导